大家好,关注楼市的朋友们应该知道 现在国家对楼市的调控也是越来越严厉了 目前来说,一二线的房价也确实有所下跌 但也有部分朋友们发现 自己所在的三四线等一些小县城的地方 到现在房价还是在一直上涨 即使房子根本卖不出去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三四线已经卖房栏 为啥房价却还在上升? 原因令人扎心了 首先,三四线等小县城开发商本身实力就比较弱 甚至部分开发商联员工工资都发不出 这在业内也不算什么秘密 但面对如此情况 他们依然不愿意降下房价 这其中有部分原因是买房者的普遍心理原因造成的 那就是买涨不买跌的观念 这就意味着势头好 所以开发商为了吸引更多人买房 就硬撑在那,就是不降房价下来 其次就是因为在我国买房 一般都是选择贷款买房才能将房子拿下来 而开发商需要拿地建房的时候 需要的资金也是找银行贷款 等房子修好开发商拿到预售证之后 开发商就可以慢慢还银行的钱了 开发商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 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 当然不是非常乐意降价买房的 若是像这种三四线等小线程额度 房子卖不好的时候 开发商就会选择将这些房子抵押给银行 或是将房子抵押贷款 为了能贷到更多款 同时也让房子不贬值 房价肯定是不能降下来的 而作为金主的银行 当然也不会让自己吃亏 他们拿到开发商抵押的房子之后 为了不让自己的利益受到影响 他们也会努力的维持房价 让房子不贬值 这房价也就自然的不能轻易的降下来 亲的老铁 三四线卖房已经越来越难 你们认为为啥房价却还在上升 感谢关注 欢迎下方留言